好的,今天我们是第十一讲 普林斯顿大学 首先呢,介绍一下普林斯顿大学 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距纽约 南边开车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普林斯顿小镇 从普林斯顿到这个费城也是将近两个小时 这是具体的普林斯顿小镇 普林斯顿大学在这里占地将近六百多英亩 那么从这个Saukes Street呢 可以从这里进入校园 首先看到的是Nossel Hall 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建筑 然后呢,普林斯顿大学沿着条路径 你就会看到 左处边有这个Furston Library 它的图书馆 然后再往下走 主校区,对吧 还有可以看到它的这个Art Museum 那么在这个校园上呢 学生们主要是住校,以住校为主 大概90%的学生住校 比如像这个什么Rockfiller College McBee College 以及这个First College Bartel College 都是遍布校园的学生的住宿学院 像后面的这个Furbs College 还有这个West Park 这是后面的Garage 所以整个校园就是非常绿化的非常好 一个非常美好的校园 建校市 普林斯顿小镇是在1696年就成立了 但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 它开始并不叫普林斯顿大学 它开始是叫做College of New Jersey 它的成立呢 是由这个伊鲁大学毕业生 叫Jonathan Dickinson 他带领的一个 一个就像宗教的小组 叫New Lights的组 星光的 他们这个教派呢 是在这个伊鲁大学和哈佛大学 当时都受到了迫害 所以这个Jonathan Dickinson 他就决定说是 要在北美大陆上建造 建造一所大学 当时已经有了哈佛耶鲁和这个南方的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然后呢 他就说要建一所新的 地理位置选择比较 在北方比较靠近这个纽约的 当时叫做Elizabeth这个镇子 然后在1756年的时候 这个Nathal Hall就建成了 然后整个大学搬迁到 普林斯顿这个镇上 那么在1768年的学校迎来了他的转折点 一位牧师 一位神职人员 他叫Jan Wethersporn 他是从苏格兰 从爱丁堡大学那边过来的 他担任了这个普雷顿大学第六任校长 他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学当时 财政状况也不好 声援也也不够好 然后学生们都没有准备好这个高等教育 所以他就为这个学校做了很多慈善募捐 以及亲自去招收学生 那么Jan Wethersporn 他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 就是在1776年在7月4号在费城 有这个56名美国的先驱 一起签署的这个独立宣言 Jan Wethersporn 他是唯一的神职人员和唯一的大学校长 在1783年 这个美国的大陆会议 就是在这个Nathal 举行的 而且呢从这个6月到11月份 Nathal都成为了美国的国会大厦 在这个Jan Wethersporn的领导下呢 普雷顿大学开始变得欣欣向荣 在他的任期内 他培养过很多有名的政治家 比如像有这个9位的美国政府内阁成员 21位参议员 39位众议员 还有三个后来成为大法官 以及12个州的州长 所以这个普雷顿大学 他也被称为美国革命的苗谷 就是Sidbed of Mark Revolution 普雷顿大学历史上出过两位 重要的美国总统校友 包括这个第四任的James Madison 和后面第28任的Woodra Wilson 都是从普雷顿大学毕业的 这张表格就列出了普雷顿的 一些重要的里程碑的时间 包括他这个1896年改的名字 叫普雷顿大学 然后在1906年 卡内基胡就是由这个卡内基先生 来慈善家事业家 他捐赠给这个普雷顿大学 做这个体育运动的 卡内基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白手起家的一个 一个事业家 也创办了卡内基美龙大学 我们下周要讲的这个大学 包括后面这个研究生院的成立 然后爱因斯坦来到普雷顿大学任职 以及这个在非常有名的这个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这个等离子 物理研究实验室 在历史上都是有非常 对能源方面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然后在1906年开始招收第一名女生 2001年开始 他就说这个要要给这个学生开放 叫无偿的财政资助 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念 然后2018年开始接受这个 开始设立了转学生制度 就是第一次接受了13个转学生 主要是面向那些低收入的 或者是有军队背景的 或者是社区大学来的同学 这里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宗旨 这是现任的校长 也是第二次任校长 他提出的 他总结就是说 普林斯顿的教育宗旨 它是有一个长期的承诺 普林斯顿服于国家 服于人类 他的这个作用名呢 是充分体现在普林斯顿的人 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之中 这个照片是 是他的这个图书馆 非常非常美丽的 这个哥特式的建筑 普林斯顿大学的基本信息 他成立于1746年 是一所私立长春藤盟校 综合性大学 他的校园呢 就是有这种英式的风格 也是叫做这个 殖民地时代的风格 以及这个哥特式的 欧洲的中世纪 哥特式的建筑风格 还有就是现代派的 像非常有名的 华裔的贝金宁设计的 一些宿舍楼 都是现代派的建筑 他的本科学生呢 有5400多名 男女生基本持平 研究生将近3000名 他的这个规模呢 就跟这个 我们前几周讲的 斯坦佛大学 以及MIT 非常类似 Bronk大学 对吧 他是属于这个 长春藤大学里面 规模比较小的 本科规模比较小的 这个大学 那么我们下面讲一下 斯坦佛大学 本科申请的计划 他有 基本上有两个 申请计划 一个叫做 Single Choice Early Action 叫做单选的早申请 还有一个就是 RD正常申请 那么在这个 这个 Single Choice 这个REA Restricted 的Early Action呢 他是 就是在藤校当中 有 我们知道 有八个藤校 其中三个呢 是叫做大藤 就是哈耶普 就是哈佛 耶鲁 普林斯顿 这三个学校呢 他们都是 都是有这个 提供这个 REA 然后另外 五个学校呢 就是提供早申请 ED 包括那个 像布朗 哥伦比亚 康奈尔 达特茅斯 和这个 尤喷宾州大学 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康奈尔 他就是 有这个ED ED就是 学生 就是跟学校 跟这个 家长 和这个 高中的 这个 大学升学 指导一起签 一个 一个协议 就告诉这个 这个 ED大学 就是说 如果你录取了我 那我一定要来 不能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一个 法律上的合同 那么这个 EA呢 就不是这种 法律上的合同 就是说 你 他录了你了 你可以 不是 你没有义务 一定要去这个学校 那么 单选 REA呢 也就是说 选了这个 President大学 的REA以后呢 你不可以再申请 学生不可以再申请 其他的 私立学校的 早申请的计划 不可以申请 其他学校的 这个 early action 或者是 early decision 都是不可以的 这是他的这个 单选的这个 目的 他当然就是 希望跟学生 建立一种 这个双向选择 然后呢 让好学生呢 就是尽量分散开来 不要集中在 一个学校 那么按照 时间表来看呢 在这个 八月中旬的时候 系统 这个President大学的 材料就已经 上传到申请系统了 包括这个 Common App系统 和这个 Coalition系统 那么关于这两大 本科申请的 这个系统呢 我们在前几期 已经给 大家普及过 就是包括 他们的历史和学校 就是 可以在里面 选一个系统 申请就好 所以 这些资料 都已经具备以后呢 就是学生就可以看到 是什么样的文书 还有他这个 可以跟那个老师 去联系 要写推荐信 对吧 然后 9月1号的时候呢 这些托付成绩 亚斯成绩 对吧 还有一些 学术类的这个测试成绩呢 最好都要完成 因为 因为这个 截止日期 就是 REA的材料 截止日期 一定要在 11月1号 以前完成 这些材料 包括这个 你的成绩单 学校报告 还有 Counsel的推荐信 以及 两位老师的 现任老师 或者是高中 教过你老师的 这个 推荐信 然后9月 11月9号的时候呢 财政补助 这块的申请 就要完成 学生如果想申请 资助的话 然后在12月中旬的时候 就可以收到 这个普里斯顿大学的 录取回复 由录取 延迟 到这个RD 或者就是拒绝 那么学生呢 可以在5月1号的时候 来回复 就是说 是不是要去 这个普里斯顿大学 所以这个REA 就给了学生 一些自由度 就可以到后面 再去回复 不像ED 说是你接受了 他很快要你回复 RD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 他这个正常的申请时间 截止日期 是在1月1号 就是这个 高中学生们 上到12年级的 那个1月1号 助学金的申请截止 是在2月1号 然后本科录取通知 会在4月6号 学生必须要在 5月3号以前回复 是否要到这个大学报道 这个表格呢 是2021届的 这个藤校录取的情况 也就是 这是一个 比较老的这个表 但是它是一个 官方的 就是比较准确的数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八个藤校 布朗 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达特茅斯大学 哈佛大学 还有Upen 宾州大学 以及这个 普林顺大学 和耶鲁大学 那么 录取最低的 当然就是这个 哈佛 然后普林顺 录取也非常低 在这个 正常录取的 4% 异地会早一些 就是早申请的 它算是REA 就是早申请的 这块呢 都是学术很强 准备好的学生 那么 相对来讲 而且申请人会较少 因为大多数人 都会选择这个 二地正常录取 所以这里的这个 异地的录取率 显着高一些 但实际上也是 竞争力非常强的 那么这个就是 总录取的人数 那这里是 预计可以 报到的人数 所以这个 普林顺大学 在整个 巴索同校里面 算是 录取本科很傻的 这个是最新的数据 就是 二零二五届的 也就是 在二零二零年申请 然后 今年就是 二零一年 要入学 那么 二五年的时候 它就可以毕业了 所以这是二零二五届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哈佛大学 它这个是 是录取率最低的 因为今年 申请人非常多 就是由于这些学校 疫情原因 大学都说 可以选择 这个标划成绩 可以选择教 或者也可以选择不教 然后你教了以后 学校可能 也不是太会重视 这方面的 就是要看其他一方面的 学术的因素 那么 哥伦比亚大学呢 是 百分之三点七的 录取率 普里斯顿大学是 百分之四的 录取率 相当低 比每年都低 这个是 College Translation 这个网站 给提供的数据 那么对比一下 就是 这是巴索腾校 也就是说 美国最精英 最挑剔学生的大学 这边呢 也叫 Highly Selective 也就是 也是精挑细选 学生的 这些大学 包括这个 Ambass Target College 这是排名第一 第二的 这个文理学院 还有Duke大学 对吧 MIT MIT的录取率 是百分之四 那跟这个 普林顿大学 是一样的 这个Rice大学 塔夫斯大学 对吧 圣母大学 南加州大学 Vanderbilt 就是所谓的 南方的哈佛 和这个Williams College 就这些学校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录取率 跟这个腾校对比 就是这些好的大学 他们的录取率 也是很低的 普利斯顿大学 招生官 他给这个 本科 申请的学生呢 提出了一些 有用的提示 就是 彼斯顿大学 希望找什么样的学生呢 首先是有这个 求知欲 他愿意追求 并获得卓越的 学术成就 而且在个人 和在课外活动中 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这样的学生 在申请文书方面呢 这个招生官呢 就提示就说 当然申请人有主文书 也有一些 很多这个简短 回答的这个小文书 那这些都是 给学生来展示 他的写作能力 和他表达能力的 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呢 他就希望学生们呢 不要过分的依赖 家长啊 或者其他人 来辅导 教对文书 也不要到网上去 找一些点子啊 或者抄一些东西 而尽量要自己完成 就是要 尽量写的真实 因为他会有一个 这个法律的协议 说是如果是抄袭的话 他就会撤回这个录取 那招生官们还建议 就是说 学生不要太看重 你是否达到了 某些要求 对吧 而是要真实的反映出 你在课堂上的表现 在课外的表现 然后呢 让这个招生官能够 了解到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生 然后如果录了你 你会怎样去利用 普大的资源的潜力 对这个大学社区 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以及在高中阶段 你立了什么样的目标 然后取得成绩 以及你是怎么样付出的 所以他进一步说 我们寻找 在学校和社区中 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生 然后呢 希望学生能够介绍 体现领导力的活动 兴趣爱好特殊技能 对吧 小例子就是说 你是否有工作经验 是否在家里帮着做家务 分担一些责任 当然了普利斯大学 在高中的这个学生们呢 他们都有杰出的学术表现 而且以各种方式 在课外活动中 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才华 所以招生官希望 知道说你到底在乎什么 然后你做出了哪些承诺 对吧 对这个 又做了哪些措施 来完成这些承诺的 那这张表格呢 就是招生官们 来考量学生 一个矩阵表格 学术方面 非学术方面 非常重要 重要 考虑和不考虑 在这张表格上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我们上周讲的 跟我们以前讲的 这个Cannadar大学的 衡量标准 几乎是一样的 包括这个学术方面呢 非常重视 高中课程的难易度 在这个班里的排名 GPA 标划成绩和这个文书 以及推荐性 在非学术方面呢 最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特长和能力 以及性格和品质 像这个 它这个面试说是考虑 但是不是说最重要的 因为一般都是校友来面试 然后校友面试呢 就是也会给招生官 写那么几段的这个推荐 就是对学生的印象 除了纸面上的和这个成绩单上的 他更希望 招生官更希望了解 就是学生是什么样的性格 所以这个面试主要是提供 这个学生非学术方面的一个形象 然后是否是第一代校友 第一代大学生 校友和这个地理位置 这些是他考虑的 然后 不考虑是否是本州居民 不考虑宗教信仰 也不考虑说你对这个学校 是不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那这是2020年 疫情之前这年的这个新生录取情况 本科申请新生有三万两千八百多名 然后录取了一千八百多 实际报道是一千一百五十五人 他的录取难度属于最难的这个级别 录取率是百分之五点六 后补占总申请人数是百分之二点七 然后有在后补名单上 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同意说 我愿意留在后补名单上 而最后这个真正转证的非常少 对吧 这个这里就写的是一个学生转证 这个真的是非常少 然后呢 这个是指的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转学生 在这个2019年秋季入学转学生呢 他就有一千多人申请 录了十四个 实际报道的是九人 也是非常少的 学费呢 因为是私立大学 所以在州里和州外的学费是一样的 它是五万多学费 然后加上这个住宿费 总费用是七万九百美金一年 那这张表格呢 是指的是 录取的这个高中学生 他的声援分布 有百分之六十二点八的学生 都来自于公立高中 百分之七来自私立走读高中 百分之十一是来自有宗教背景的学校 然后百分之八点三是来自私立技术学校 百分之零点四是在家上学 还有百分之零点三的是有军队背景的学生 在这张新生学术分布表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学生 递交了SAT成绩 百分之五十递交了ACT的成绩 然后中间重叠的部分就是两个成绩都交了的 那么学生的这个考SAT中间值呢 他的数学是在这个七百四十到八百 满分八百 英语这边呢是七百一十到八百之间 然后ACT的分数满分是三十六 他的这个综合的分数是在三十二到三十六分 那么在这个学生的来源里 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学生都是GPA是满分的四点零的 他这个都是没有那个权重的 然后在百分之七点五以上的呢 三点七五以上的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这基本上是百分之八十八的学生 都是在这个GPA的学术分布期间 他的学生的平均GPA非常高 三点九亿 然后这张表就是一个高中的这个规划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学生是想申请腾校 或者是那些非常有竞争力的学校呢 在高中阶段的课程是要提早规划的 比如这里他要求你有四年的英语 四年的数学 还有四年的这个科学 其中有三个科学都一定是要有这个实验室的 比如像这个化学生物和物理啊 都是叫实验室的科学 还有四年的这个外国语的这个 外国语的这个学习哈 就是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 还有两年的叫social studies 对吧 这个社会科学像历史啊 人文这些的 两年必须是历史课的 还有一年的这个是 各种世界艺术和这个艺术类的课程的 所以同学们在这个九年级的时候呢 就可以找像我们这样的教育顾问 来规划你的大学申请 以及这个高中的选课 那普利斯顿大学在网站上提供了 他2002年新生的录取情况 可以看到在从新泽西州来的学生呢 录取的最多 187名 然后排的第二呢是加州的 第三个是这个纽约州的 录的也相当多 都是100多名的 然后是这个佛罗里达州的 缅银州录的也相当多 sorry这是massachusetts州 麻省的 还有这个Texas 像这个Texas是美国人口最大的州 所以录的也很多 像我们华盛顿州呢 就是16位学生 并不多 2024届本科毕业生的基础数据 像这张表格就是他的这个学生的族裔 有46%的白任族裔的学生 然后亚裔学生是25% 非洲裔的10% 拉美裔的9% 多种族裔的呢是7% 然后还有这个少于100%的 这1%的北美裔住民 国际学生占了12% 那这个叫做retention 也就是学生能够在这个学校 就是坚持上学的 像第一年学生回到 就上完第一年回到学校97.7% 这个retention rate非常高 然后能够在四年内就毕业的 是89.8% 也是相当高的 在五年内毕业 以及在六年内基本上都可以毕业了 这个六年毕业 大学毕业基本上就是最高的期限了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六年完成大学本科 毕业以后呢 有72%的学生 都是在六个月内马上就找到了工作 年薪起薪是68000多 这是非常高的年薪 在所有的学校 我看到可能跟这个MIT可以 可以拼比 非常高的起薪 关于这个毕业生去研究生的专业呢 这里是没有报告 而大学提供宿舍 96%的同学都住宿 在校园上 那普利顺大学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大学 本科中入学的时候 申请的时候 它就三个选项 一个是叫做这个 AB的Bachelor Arts 它是一个文理科的这个学位 第二个呢 你可以选这个Bachelor of Science Engineering 也就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学位 或者呢 就选这个Undecided 就申请的时候 学生可以这样选 所以学生不是申请个别的系 或者专业 入学以后呢 学生可以攻读这个文理学学士 对吧 文理学学士包括了 你看像这些有这个 人文学呀 建筑对吧 还化学 这个计算机 东亚研究对吧 这些经济 这些都算在这个文理 算作叫做文理学士 还有各种外国语言对吧 数学 物理这些都是宗教这些 然后呢 这个工科学士呢 它主要是指的是像这个 化学和生物工程啊 土木工程啊 还有计算机 这些这些科目 所以学生 而且还有这个55个 跨学科的这个证书 所以是38个 本科的学士学位 以及55个跨学位的证书 研究生有18个硕士学位项目 然后博士生呢 有59个博士生学位的项目 这是整个大学提供的学位学习 那普利顿大学的学生生活非常有趣 他们从入学到毕业呢 都需要这个住宿学院的院长 办公室 来督导本科生的学习和经历 然后帮助他们一步步成长的 像我们啊 这个学院 住宿学院就很像是这个 哈利波特小说里面描绘的 那个魔法学院 哈瓜斯魔法学院 就进去以后呢 学生被分到这个house 然后就住在那里面 对吧 这个是啊 这个是啊 学校 他这个 residential的 的那个楼 这是在在学校前面的 这是在学校校园中部的 然后这两个在校园后面的 所以每个大一的学生 他实际上是被随机的分配到 这六所学院当中一所 非常有趣 然后住宿学院里面呢 有专业的教职工 学业管理和生活管理人员 来为居住在学校的学生 提供学术生活 以至于未来工作方面的 指导和支持 所有的大一大二学生 都必须住在一所学院里面 大部分大三和大四学生 也选择住在某所学院 也可能就是住在 四年住在同一所学院 这是他的一个校园生活的特色 普林尊大学的本科课程体系 它包括了这个通识教育 就是学生们都要接受的通识教育 像这个文化 对比文化呀 像这个历史的分析呀 还有这个文学的分析 以及这个各种各样的 定量定化的量化的这些 这些那个分析的学科 然后呢 所有的学生 在这个都要选择专业 通识教育完成以后 如果是功课类的学士呢 大一末就要选择专业 如果是文理学士呢 可以在大二的第一学期 再选择专业 因为毕业要求的时候 是要求有这个通识教育 和这个专业教育的 对所以大二呢 还可以选择这个本科的一些证书 证书这个就是有助于学生 在寻找工作的时候 有竞争力 然后证书可能 它是跨学科的证书 其他课程呢 比如像这个住宿学院内提供的 新生研讨会呀 还要这个夏天开始的一些下校课程 可以挣一些学分 或者读这个证书课程 然后到了大三大四呢 就开始有这个独立研究项目 叫做Junior Senior Independence Study 然后完成独立研究项目的 以及毕业论文的时候 才可以取得到这个学士学位 他的网站上就列出了这个学生 各个学科的独立学习项目 那他的特色教育呢 实际上就是他的独立学习项目 因为作为全球十大研究机构大学之一 普林顺大学的师生比例非常低 六个学生对一一个老师 所以他能够为本科学生提供 来自各个学术领域的指导 然后提供一流的 世界一流的研究设备和资源 学生呢 有这个本科学生必读的这个blog 有这个五月的全体学生的研究成果展示日 有匹配项目 把这个研究生 匹配给大一大的学生 然后让他们建立起学术联系 这样研究生可以指导和辅导 这些独立学习项目 还有暑期的研究项目 秋季学期为本科生提供的 有筹的研究生助理机会 还有学生自发的研究组 各种研究组织 在他网站上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 就是刚才讲的这些blog 以及他这个研究的 这个最新的消息 这些都更新的非常及时 那么如果真的有意向申请 或者说想培养研究方面的学生呢 希望你关注他网站上 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一些blog 普提顺大学它是非常讲究规划的大学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 他的学生住在这个residential college 所以ding of the college 就是这个住宿学院的管理 他们就是对这个学生的成长 是负全部责任的 他们像这个ding of college的网页上 他就提出说大学四年呢 实际上是非常奢侈的四年 那大学生应该用来好好利用它 包括培养你的分析思考能力 提高这个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还有清晰写作 还有说服力的演讲能力 然后去开发一些课题 提出一些假设 并论证这些命题 充分享受学习 选择课程 对吧 然后再选择专业领域 因为你将来的工作是 要有这个想象力 并且有这个扩大 知识也方面的一些培训 所以基本规划就是 学生要完成通识教育的要求 科系的专业课程 跨学课的证书 以及大三大四的独立研究项目 那这些规划为学生本科学习提供大纲 同时他们也希望学生 能够花一些时间到国外去进行研究 或者实习 这就是具体的这个大一 就是大一大二选课 然后呢 制定专业方向联系导师 和相关的教授 大二呢 就要与本著宿学院的负责老师联系 探讨专业方向 与那个rematch的研究生 来辅导 就是找到辅导的这个辅导员 来指导你的学习项目 独立学习项目 并着手准备暑期研究项目 大三的时候呢 就要去完成这个独立学习研究项目 加深对你所选的这个研究课题的兴趣 并且做这个暑期研究项目 到了大四就要充分利用学校资源 通过完成毕业论文 来发展专业领域的知识 就是整个的这个 给学生非常好的规划 举例说明 很多学生家长对这个pre-med 就是进入医学院 在本科做哪些准备 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在普里斯顿大学呢 它是没有这个pre-med这个major 就是很多大学都是没有这个major 在美国呢 医学院是指的研究生院 所以在本科的时候呢 学生们可能学各种各样的学科 都可以为将来进入这个医学院做准备 那普里斯顿大学 它这个Dean of College的网站上呢 是为这个pre-med的学生 它专门有一个叫做 Health Professional Advising 由这个专业的 在这个卫生健康领域的人 来给出一些指导 那么具体的就是说 你本科学了一些课程 对吧 除了完成你本科的这个专业要求之外呢 你还可以加一些课程 它是对这个申请pre-med很有帮助的 包括这个对你本科的专业课程有帮助 或者说他这些课程 只对你这个申请 医学院非常有帮助 或者说是医学院非常 就是要读的一些课程 必要的要读的课程 那那本科的学生呢 他可能学他自己喜欢的专业 然后再去考这个医学院 那什么样的学生 就是最后考医学院的 他在本科学的是什么呢 像这个网站上列出来 就是去考医学院的学生 他本科学的这个最多的一些 就是最受欢迎的一些本科吧 比如像这个分子生物学 像这个生态和这个生物进化 化学 心理学 以及这个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 化学和这个生物 生物工程 好神经科学 历史 政治 人文学 甚至有这个计算机 就来自于这些本科 科目的学生呢 他都有可能将来申请这个医学院 但按照这个规划表呢 除了完成他们本科的课程之外 还要加上这些课程 对吧 然后去达到这个医学院的要求 那么在美国进入医学院呢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医学院的联盟 他发布的 要进入医学院的学生 必须要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包括这个15个核心竞争力 他分布在这个 主要是四个方面吧 包括 这个思维啊 和这个推理能力 然后 科学学科 以及这个 人际交往能力 和这个自我的这个 就是自我的一些 自身的一些素质吧 好 那普利斯顿大学呢 他就是一个学霸的学校 他们非常愿意给出 低年级学生 以及申请的这些高中生 一些好的建议 比如像这个网站上的 这个blog 就希望同学们都去看一看 他 他有很多这个 就是由本科生撰写的 对这个 对这个本科生的建议 包括大一的 大二的 一直到这个毕业的 都是通过亲身经历 来描绘真实的学习生活 给出 同伴们最中肯的建议 我也去看了一下 比如像有些有趣的 给这个牺牲答疑的 一些blog 比如像有这个 在小班学习环境中 如何做出这个 在讨论中做出贡献的 还有像应对 超大阅读量的一些专业 怎么样去应对的策略 还有就是这个 到了大三的时候 在网课学习期间 如何去完成独立学习项目 大四这个毕业论文的编写 然后这个指导教师啊 和独立研究 就是给出一些 他的亲身的 那个体会的 好的建议 那么普林顿大学 的学生 他们都喜欢 学什么样的专业呢 排在第一位的 叫做社会科学类的 然后第二是工程类的 第三个是计算机 与信息科学的 那这个差不多 占了48%的学生 还有这个生物和生命科学的 这都是千三个 就是学生们最喜欢的专业 然后往下就是 公共行政和这个社会服务 物理科学类的 历史对吧 各种语言类的 普林斯大学开设 很多种外国语言 还有英语对吧 数学统计 这个是哲学和宗教研究 还有心理学 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还有这个世界艺术表演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US News World Report 的排名 普林顿大学 是过去两年都排在 美国这个综合大学 排名榜的第一名 最佳本科教育 排在病例第四 性价比最好大学 排在第二 这个大学呢 因为我觉得它对这个学生 贷款非常慷慨 然后呢毕业的时候呢 很就是很少有学生 有有贷款 所以这个它被评为 性价比最好的大学 排第二 最具创新力 第二十二 然后这个本科 本科最佳功课 也是不错的排名 还有就是最佳写作 社区学习都是第四名 然后本科研究和创意 第五名 这个毕业生项目排在第一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 从大安一开始 一直建立 一步步的打好基础 到这个独立学习项目 到大四 这是它的 Senior Capstone 是非常有名的 毕业生项目 那这个就是2021年的 整个的 大家可以看到 普利索大学排在第一名 对吧 哈佛排在第二名 然后这些 画重线 highlight出来的都是 藤校 这八个藤校 都是前二十的学校 普利索大学的专业排名 它的专业排名呢 就是 讲一下这个本科的功课吧 像这个航天航空 它是有这个功课的 第二十二 化学是这个 第十名 然后计算机工程 第十一名 电子电子通讯 并列第九 都是非常前十 靠前的这个排名 这个QS Report 它是 也是个比较好的 这个排名 它主要是通过 这个学 在一个专科方面 在专业方面 它是通过 四个方面 来排这个排名 包括这个 学术信誉 然后 毕业生 受到这个 公司过以后 对学生的评价 每篇论文的研究 引文 以及这个论文学术 影响力 这个缩影值 那么这个 计算 对于计算机的 这个学校的评论呢 我们来做对比一下 就它是 这个QS 它是发布 通过发布问卷的方式 给这些 给全美的 104个大学 来 就是开设计算机项目的 就是来给他们 发问卷 让他们 给出评分 然后在这个 2004年到 2021年之间 做的这些调查 然后调查了 全世界的 一万多个 这个大学 来做 为了做这个调查 所以评出的结果呢 就是在美国 以及在全球的 这个名次 麻省理工 排在第一名 然后第二名 是散佛大学 计算机方面 卡尼西梅伦 排在第三 然后这是 UC Berkeley 这是哈佛大学 普林斯顿呢 是排在这个 美国的第六名 全球排在第十一名 那么UCLA 对吧 Washington 我们的 西雅特 Washington 包括克林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NYU 这些都是这个 工程学院 而不是 都是这个 计算机科学排名 那普林斯顿大学 他的 他的师资 他的教授 非常强的 他有1289个 这个全职 或者兼职 或者客座的教授 然后 在教授 教师团队 这个获奖呢 学术类奖项 就有1576个 各种的奖项 然后有这个27位的诺贝尔获奖者 有这个70%的都是叫做中生制的 拿到中生制的教授 这是强大的师资 那在这整页上列出的都是 他的这个 以往的这个毕业的学生啊 或者校友 或者是教授 对吧 他们单单这个诺贝尔奖的奖 就可以排满这么一页啊 爱因斯坦的传奇 爱因斯坦的晚年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的 当这个啊 1921年 爱因斯坦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以他这个相对论啊 对这个物理的这些贡献 然后呢 他就是在获得了世界上的声誉 那么1932年的时候呢 爱因斯坦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 一个新成立的叫高级研究院的邀请 带他的妻子和斯林秘书 来到了普林斯顿 然后呢 虽然他没有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 但他确实在这个高等教育学任职 而且他的想法启发了普林斯顿大学 以及世界上各地的几代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他病逝的时候是在1955年 是在这个普林斯顿小镇上 他的住所里面病逝的 这张照片呢 就是在这个普林斯顿小镇 他这个学校外面有一个专门的商店 就是专门卖这个爱因斯坦的纪念 纪念物品 各种各样的旅游或者纪念物品 这张照片是在1954年的3月份 然后整个这个高级研究学院 为爱因斯坦幸福起诉 所以生日时候拍的照片 向远生活 普林斯顿大学有300多个学生 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 有38个体育俱乐部 还有15个这个牧师 他的versity team 就是竞技类的体育运动 有37个竞技类体育运动 大概18%的学生都参与这样的竞技类体育运动 他是属于这个NCWA Division I 就是有这个以他这个竞技类 男和女男生女生的这个运动队 versity team 来那个来算呢 他是非常强的 运动非常强 然后他有112名学生参加过 奥利品克运动会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他整个的这些校园上的活动 从这个合唱队啊 和这个音乐的这个交响乐乐的乐团呢 舞蹈啊 戏剧 爵士乐队 对吧 各种各样的模拟联合国 然后这个剧院和这个歌剧 他都他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非常丰富多彩 这个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 访销的一些印象 这是他的这个正门 关于正门呢 他们有一个啊 有个有个叫做传说吧 就是说一个学生 在这个普林顺大学 普林顺大学只能有一次 走正门 也就是避延的时候 从这个正门出去 那平时的进进出出呢 都是从侧门 他们都啊 就说可能是一种荣誉吧 就不去走这个正门 也可能是一种这个啊 就是啊 好运的关系 那这个就是 历史上最有名的这个Nausau Nausau在这个1783年 他就是作为有四个月的时间嘛 就是六月到十一月 他是作为这个美国的国会大厦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是他的图书馆 啊 然后 每年每年夏天呢 都有学生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项目 高中生项目 在这个租用这个大学校园 来开始一些夏令营啊 夏校活动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 正好是八月份嘛 就看到学生啊 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校园 那么普利斯顿大学的这个 招生宣传活动呢 每每一场都是作物学习的啊 你看就是 所以一定要事先预约才可以去的 这是他的学校的吉祥物 一个老虎 然后呢 在这个Nausau旁边 你可以看到这些 长春藤啊 就是爬满了 学校的教学楼 就是可能就是 长春藤就是这么由来的吧 整个校园 就是有非常有名的建筑 然后 非常美丽的校园 这个是我们的学生的 Tour Guide 他是大三的学生 是学物理的 他当时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了 这个Residential College的生活 这个老虎的雕像 在校园上随处可见 这是一个 一个教堂 那么普利斯顿大学的 艺术博物馆是非常有名的 他是在这个1882年建馆 有每年有这个 20万多的人去参观这个博物馆 这是在进门的地方 然后收藏有10万多这个 多件珍贵的收藏 从这个雕塑啊 绘画呀 还有中国的这些 这是唐三彩 以及这个现代派的雕塑 这我还拍到了一个 非常长的这个书法的卷宗 那么小镇呢 它的小镇环境 就是一个非常幽静的 美丽的一个读书的地方 像这些就是典型的 英式建筑的楼 在这个学校的对面 那个街上啊 当然也有现代派的 这些建筑餐饮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 早餐松饼店吧 就是pancake house 然后里面你可以看到 大学生啊 和这个来的访客 在里面熙熙攘攘 就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 最值得去关注的 还是它的书店 你可以用很低的价钱 购买到非常好的一些书 有些就是 不是算大学大学生 或者教授 卖的二手书 非常好的资源 彭斯顿大学的数据 关键数据一览图 这是他的 教职工的 对吧 还有学生的 学生的这个 生活和这个学生的来源 然后全世界 有这个 三万七千多名 校友散布在全世界 然后他的学术能力 以及这个校园的情况 好的 等一下 等等 练 dzięki